放下中共二十大 用更宽阔的视野观察中国的未来 中共二十大只对中共非常重要 因为它涉及到权力分配 但是对中国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我们讨论中国的未来的时候 中国社会所有的人都要面对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中国经济陷入了低增长时代 这个低增长时代将会重构中国社会 因为当初的高增长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极端行为 所有人都很极端急功近利 但是当你经济进入了低增长时代的时候 这些极端行为将会让它成为炮灰 第二个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破裂 中国将处于某种隔离状态 第三个中共对人民的控制将会令人发指 而且中共会并本加厉在做这件事情 完全不顾后果 当人民对政权失去信任 政权对人民也不信任的时候 政权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对方 而且他都会从最坏的方向去做打算 当中共在尽全力控制人民的时候 人民会怎么样 要么躺平 要么就是最后一代 要么就是反抗 即使于答案 我们会从小来 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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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 社会 国家呢 中国方向 再来